台湾地区每到农历七月 各地都有普渡法会 民众都会购买积压牛羊各种生理 祭拜好兄弟 台中市南屯区的万和宫 特别将善心人士捐赠的一千多份普渡物资 转由南屯区公所举办回馈关怀活动 105年9月1号上午 开始在万和宫前广场 将这些爱心物资 发放给地方的弱势家庭跟民众 希望让大家度过一个温馨满足的节日 这次发放给民众的爱心物资 加上万和宫捐赠的500多份 另外还有善心人士捐赠的各种泡面 换头米粮饼干跟沙拉油 总数超过2000份 让前来领取的民众相当踊跃 南屯区公所区长陈泰远表示 虽然台中市是工商业发达的都会区 但是有爱心的民众还是相当多 连地方民意代表也相当感动跟肯定 有邀请有需要的民众一起来 在万和宫这边就把众恩节的物资就发送 希望能够大家能够过得多平安 万和宫这样跟公所这样的一个配合 也能够带动其他的很多的寺庙 很多的善心团体 他们在7月幅的时候 这些比较属于说过多的物资 也能够借有这样的一个爱心 能够给最需要的这些民众相当好 过了农丽7月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 南屯区公所跟万和宫这一次的活动 让一些弱势家庭跟民众 感受到社会上浓厚的爱心跟人情味 万和宫还提供吉祥平安福 希望保佑台中市国泰民安 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记者陈文旭 叶渝炫 陈彦奎台中报导